你唱的就是歷屆金曲獎的 第一屆 有一半的主唱人 原唱人都要贏下 可是有一段 谢金燕特别嗨 小燕对 我对她有一个特殊的情感 她那条歌并没有得讲 是你自己放进去了 对 你对她特殊情调为什么 因为她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直服的 就不红就对了 然后又未婚生子的事情 然后又爸爸是诸葛亮 其实后来有一次 就是我们上了我一个节目 十字路口 那那时候还没有公布出来 其实我知道 她有小孩的事 那我这人手口如瓶 然后就跟她闲聊或干嘛 特别能感受她心里面的感受 所以也就这样 然后有什么样赚钱的机会 互相介绍或干嘛 所以 你说了互相介绍 互相介绍 我也介绍她 比如去哪里表演 那个时候 她真的 所以我看到现在的姐姐 我特别开心 对 可是我要特别点出 一般大家对你 就Local King 怎么样 但是你刚刚说互相介绍 这很客气 因为应该是 你介绍她的工作 远比她能介绍你的工作多 太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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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你就是会说互相介绍 你就是疼她 是吧 我就对她特别好 你现在跟 你当时我记得 以前我在2000年 跟你一起常常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看到什么康康 诺诺 都还跟着你 这些小弟现在就 现在各自飞了 不对 不对 都在我身边 我知道 可是他们就各自 都有自己的机会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一片天 然后他们当时 我跟你还感情不错 他们对我有意见 怎么说 他们说我觉得你在节目上 都欺负献哥 因为你是他们心中的 偶像跟偶像 没有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交情 对 所以他们误解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